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話指 美國制裁11個內地同本港官員非常野蠻 是粗暴干預香港事務 香港會審視有甚麼必要的措施反制 第一,這不是個人的問題 這類制裁如果是針對另一個國家或地方的官員 甚至是一個地方的首長 這個是橫行無理的 這也是不合比例和不能有一個合理的原因 亦都反映出這是一個很粗暴的干預香港的事務 如果美國單方面採取不合理的行動 其實最終來說都會影響到美國自己的企業 我們會審視的情況 然後考慮有甚麼措施是必要的